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自然奇观 是大自然用它的画笔创作的灰红画卷 远古的色彩 神秘的构图 梦幻的光影 史诗般的规模 构成了它的巅峰之美 我第一次知道纳纯湖会有奇迹出现 还是在十三年前 这些年来 我每年都要反复地回到这里 苦苦地守候 梅子的守候 都是漫长枯燥的 还要忍受闷热潮湿的天气 白天的温度经常会高达四十多度 有时候湖面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惊喜 让我的守候有一些回报 但我坚信 一定还有真正的大美 真正的奇迹出现 这样的期待和信念 让我坚守了下来 直到这一次才如愿一场 它们流淌在湖面 也流淌在时间中 不断地生成 变化 消失 每一个此刻 都震撼心灵 每一个下一刻 都难以预料 它们留给我的取景 构图 和调整参数的时间 是按秒数计算的 世上最震撼人心的美 是不可能偶遇的 只能凭执着的信念 去探索和守候 十三年的守候 也让我在创作上 又一次实现了自我超越 完成了摄影生涯中 最令自己感动的作品 看着它们 回想着这些年 历经的艰辛 我感到幸福的想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